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制度上讲黄泉不断的膨胀 达到了扩张到高峰的地步 但是另一方面 在这些朝代里面 就恰恰出现了很多权臣 权相 奸臣 奸相 比如说 在宋代有号称十大权相 在宋代是被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 在宋代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的时期 皇帝的权力达到了新的高峰的时期 皇权在制度上非常的大 我们前面曾经讨论过 对宰相的权力层层分割 对大臣层层的防范 可是出现了像 比如说北宋像王安石 蔡经 那么像秦桧 像什么寒陀咒 史密远等等 那么这些掌握巨大权力的权相 这个权相的出现就是因为 尽管在制度上赋予了君主 莫大的权力 更大的权力空间 可是他没有办法履行 皇帝本身不行 有的他不愿意干 有的他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智力 所以在明朝也是这样的 明朝这么一个专制的朝代 专制君权达到一个更加高度的 更高的高度的朝代 宰相被废除掉了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 出现了像张居正 像严松这样的人物 像前妻的三杨 这样德高望重的这个宰相 仍然出现这个 这都说明这个皇帝 他实际上给他这么多的制度上 赋予那么多那么大的权力 但不能履行 就要有官僚组织在弥补 所以这个皇权的这个象征化 专制制度下 由于他不可克服的 这些操作上的困难 导致了这种权力的象征化 他的象征化 所以一个王朝 皇帝可以是个儿童 皇帝可以是个白痴 但是表面上这个国家的运转 还是在皇帝的统治下 皇帝可以几十年不办公 不上朝 但是三年一次科举考试还是皇榜 那么这个实际上在这个情况下 皇权是作为一种集体的意志在运作 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了 所以是象征化的 所以这就是人质的缺陷 他没有办法 他还是要靠这种集体力量 因此我们也可以不难想见 如果仅仅是没有这套组织的 仅仅要靠皇帝的话 靠中国历朝 这样一个继承制度选出的皇帝 他没有办法 不可能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 一个王朝维持几百年 我们尽管可以说一些王朝很腐败 但是它维持几百年 我们要按照这个的话 我们建议1949年到现在还多少年 出了这么多乱子 出了这么多问题 那么其他中国历史上 几个主要的朝代 他一般来说还是保持百年的盛世 差不多 三百年平均比如说三百年的王朝 大概在一百年过后开始转衰 然后惯性延续衰败 所以他的生命力 跟这些互相配套的机构 发挥这种整体作用是有关系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来理解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 和宰相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 这就是政治 我们现代政治学 古德诺所讨论的开始 讨论政治和行政的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 我看到古代也还是表现了 某种政治和行政的关系 政治和行政的目标 确实不一样 关系的问题不一样 当然在专制制度下面 这个问题当然不完全是如此了 但是我们大致上 在某种意义上是有这个问题 它的冲突的焦点 或者说它们冲突摩擦的意义 在于 一个它背后 这就是我经常讲的 从制度回溯思想 从思想史上看 从思想史的事业来看 这个军权和项权的摩擦 它背后反映的是 儒家的文化 儒家的价值体系 和专制主义的逻辑 它们之间的摩擦 它们之间的冲突 对吧 两种价值观 两种文化 它们之间 在中国的文化 整个的中国的政治文化 行政文化里面 始终存在了两种目标 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摩擦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冲突 这种制度性的冲突 回接到背后的观念的 思想的冲突 所以我一直老在说 我们研究制度 是不忘记背后的思想 研究思想 不忘记关注制度的运行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讨论这个冲突的意义 第二个方面 儒家思想 这个官僚组织 宰相和君主制度 它们之间和君权之间的 这种冲突摩擦 也是官僚组织本身 它的两种属性 它自身的矛盾的摩擦 冲突 一方面官僚组织被设计出来 它是工具性的 它是要具有依附性的 但是另一方面 它一旦设计出来以后 它有它的自主性 这种自主性 它既具有人类 全人类 在任何一个公共组织 一个共同体里面 只要采用这种 科层制的管理 都具有的这种共性 我前面说了 为了它要追求效率 追求效率就要简化 就要程序化 同时它会积累一些 在形成一套规章制度 以及规章制度 所负载的这一套知识 专业的知识 法律的行政的知识 典章制度 甚至传统文化的习俗的知识 惯例 判例 中国文化里面还有讲 我这里插一句 还讲故事 这个故事应该这样讲 我想 故事就是惯例 不是讲故事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大神 他也不讲祖宗 是吧 还没那么大 只是说我们办一个事情 讲故事 按故事办 按故事办 就是按照过去的办 所以官员 官僚组织下的成员 是深按 这个组织运行的故事的人 懂得这个组织里面的 他的很多知识 专业知识的人 所以他会造成自主性 另外再加上儒家的文化 所以他本来应该是 一切应该是 叫做如影随形的去服从专制 但是他的自主性 又和他使他和专制君主做摩擦 所以这些使他形成在专制皇权之下 那么形成 很容易形成 或者很容易被认为是形成了一种 另外的权力中心 这样的话 造成对专制皇权的 这样的威胁 那么 而官僚组织 我们说 在中国社会里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种自主性造成的有组织 官僚组织在中国社会里面 最具有组织性的这样一个群体 最有组织性 那么这个农民 广大的农民 它是分散的 它没有组织性 这个对专制国家 它是一个非常广阔的 深厚的资源 分散的农民 正如从马克思到卢梭 都讲过类似的话 阿伦特也讲过类似的话 一个专制制度 专制君主 最喜欢的就是公民 就喜欢的这个社会成员的 孤立 软弱 原子化 越原子化 越分散 这个少数人 以一人来治天下 当然要尽量的 最大限度的把人民分割 软弱 使他们无力 而官僚组织 官僚制度下面 恰恰是 非常容易形成 专制君主所忌讳的那种 广泛的政治联系 他们在求学 读书的过程中间 在做官的过程中间 形成了情感的价值的联系 在他们做官的过程中间 形成了这种利益的联系 使他们容易构成 专制国家的威胁 这样的话会造成这种自主性 会让它的依附性有偏离 那么和专制君主之间 发生激烈的冲突和碰撞 所以每个朝代 尤其在一个个性很强 号称是比较英武的 所谓的英明有作为的统治者下面 往往就会出现宰相 不断地被杀的这样的命运 所以我们曾经说过 像汉武帝时期 连杀了很多宰相 在朱元帐时期 为了宰相胡庸的案子 一次杀了一万多人 一次杀了一万多人 所以两次案子 你看明朝的两次大案 杀了三万多人 朱连无数的大臣子弟 所以这点上 我们说专制政治 实际上任何一个力求 想要加强极权的政治 它的共同特点 都是要拆除 它的主的目标 都是要打击最有势力的力量 所以纳粹 我们看纳粹德国 希特勒在夺权的过程中间 比如说他在利用魏马献榜 取得政权之后 当了总理之后 那么他建立个人独裁 建立纳粹独裁的时候 他要做的也是千方百计 打击这些所谓的荣克贵族 打击那些军官团 那些因为这些职业军人 这个军人的荣誉感 家族的荣誉感 他那种高尚的情操 这些东西对专制制度来说 都是可以说是致命的大敌 因为专制独裁要的就是个人的悲屈软弱 就是要人民的悲屈软弱 那么所以我们会看到 你像音乐之声 这里面那位贵族父亲 他那个表现的那种对文化 对民族的那种自豪感 对这个制度的 对这个专制制度 对这个独裁本能的句子 就是这样的 我们过去念历史 受到很多文革时期 做的简化的 教条化的教育 我们总相信贵族比地主还坏 这样的一个简化的模式 这又是我们不理解 所以我们学世界史的时候 说希特勒上台 为什么打击荣和贵族 我们怎么也想不通 老师也没谁讲通 是吧 只是后来慢慢琢磨 慢慢琢磨 所以这就得以于我们学了政治学 会有这些东西了 是吧 这就是后来 我们在读托克威尔 讨论美国的民主 讨论民主 这个民主制度下面 这个社会的土壤 文化 社会这种力量的发育 对于构建民主政治 保证公民自由的作用 都是这样的 所以不是简单的 这一点我们才会理解 梁启超先生 在这个讲到中国 非常 我们讲思想史都知道 梁启超非常羡慕的 非常艳羡地讲到 欧洲的贵族问题 可惜中国没有了 中国自从秦汉以后 就是一个平民的社会 但是呢 没有怎么办 但是仍然他希望 既希望也在中国 要培养精英 所以一个社会的精英很重要 一个社会的中间力量 中间人是非常重要 就是这样的 所以中国的儒家文化里面 当然宰相 不管怎么说 它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联系 那么仍然是中国的文化里面 遏制皇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当然这种力量 这种独立性随着不断的打击 越来越少 但是不管怎么说 宰相气毒 宰相风范 中国文化里面形成这样一种角色意识 任何一个做宰相的 他要敢和皇帝争 为民请命 替天行道 这是他的规范要求 不这样就不够格 所以我看到余英石先生 在引用的唐朝 正式唐上的一些提点 叫做上不汪于天 下不汪于道 就是要讲为民请命 敢和天子争 这就是宰相机构宰相 所以他的自主性 我们说他的独立性 超乎我们今天的人的想象 我们生活在今天时代的人 有时候都不敢想象 他的这种独立性 有时候为什么皇帝和大臣冲突的时候 有时候皇帝没有办法 甚至要贿赂大臣 我们看宋朝的皇帝要贿赂大臣 那么发生冲突 两个吵架发生肢体冲突 会把皇帝的衣不秀都给扯断 像范宗燕这样的人 皇帝搞得有时候非常烦 但是没有办法 像魏征这样的人 有时候要动作简直要杀了他 所以他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在支撑 那么还有一点时间再讲 那么这里面这个单元里面第三个问题 我们就是主要的 因为官僚制度很多了 管理那些很琐碎 那些行政的东西我们不管它了 我们讨论主要还是关注政治问题 那么专制国家的话 它的政治路用制度 就是主要以科举制度为核心 但是科举制度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真正的科举制度的那么繁荣 全面的推开只是在宋代 所以宋朝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 所以在日本在海外的 在美国日本的汉学界里面 那么宋代 对对 在宋代甚至唐宋代是个重大社会面 是个化时代的 经历过唐代以后 宋代被认为是个晋式国家 完全这个是真正的我们所熟悉的 中国的中国文化的传统的中国 那么典型的宋代以后 我们甚至奠定了我们今天 我们从1949年所接触的那个传统中国 它的基本面貌 基本生活方式都是在宋代完成 那么这样一个文字的中国 文化的中国 那么在宋代这种典型性才具备 那么在之前的录用 我们知道 在秦汉时期 在秦朝不用说了 主要是奖励更战 除了一部分贵族 按照身份血统来继承之外 主要是通过贵族 通过更战 打仗 守级 那么能够扛多少人头过来 斩首多少 那么奖励多少官 这很 这确实是很粗糙了 很粗野了 那么能够交多少粮食 那么封你多少什么爵位 那么到汉代 开始当然他的官员主要是从政将士 是吧 那么 正如刘邦所说的海内 是吧 能从武游着 我能遵险之 海内豪杰 你看 所以刘邦就是一副游玩的态度了 是吧 你们谁跟我玩一玩 是吧 那么这个 当然这种也很潇洒了 英雄气概 是吧